男人天生出現好 女人天生很敏感 該怎麼分 黑輪 黑輪 你說你承不承認男人比較出線條 不能這麼說 那怎麼說 有時候是爭一隻眼 瞎一隻眼 這隻一隻眼 瞎一隻眼 所以也是刻意的 爭笑的就對了 對啦 爭傻 故意 不過大部分沒那麼精明的還是會 對 中招了自己不知道 應該說男生跟女生重視的這個 重點不同 男生可能都看遠一點 大一點 女生看細一點 近一點的 因為這個可能在生活當中 或工作的時候會發生一些小細節 男生不覺得怎麼樣 可是旁邊人看了就是 尤其是另一半 有鬼 個癮 不舒服 噁心 會這樣嗎 對 還有說女生的雷達 很準 很高 天氣也很高 所以有人對獅帳好的時候 你會很敏感嗎 獅帳是狐狸精絕緣體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當然他可能排斥 可是有人想要對他好 他有沒有排斥我也不知道 我跟他結婚25年 真的沒有狐狸精上身 那有人去碰他 他說證明 怎麼樣 有人可以叫他證明嗎 我就會過去說 證明你喊的 你會直接嗆喔 我會 如果有 但是我沒有機會 其他女生不能叫證明 沒有 沒有人叫他證明 除了我 真的喔 這個是 而且還有誰 除了他媽媽 他姊姊 還會誰叫他證明 證明 給我看 你本來去罵人家 對不對 給我看 給我看 你知道我會在那邊戲弄老師 他的名字其實還好記 不過講真的 獅帳這種人 是比較絕緣體的 像你才會比較多 陰陰艷艷艷行 真的 對啊 還好吧 因為你就是用過風趣 然後工作的環境 實際上本身是個 比較震驚嚴肅的人 我們這環境這美女多 對啊 所以你已經 看這個 嚇死人了 不 我們這行一定 最漂亮的應該都在我們這行 所以你都已經習慣沒感覺了 拜託以前我錄我愛黑社會 對 對 來來去去 快要牽個女孩吧 對 這麼多 嚇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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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 還是後來他也知道 這時間下來 就完全無動於衷 所以才會傳說你是Gay 對 然後 後來棒棒糖 最帥的都來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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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對 像黑暗哥你可能說你絕緣體吧 或者你已經沒感覺了 對不對 健康了很 你不要講到那邊句好不好 你對你有老婆有感覺 對別人沒有嘛 是不是 你老愛開黃 你老是把我的話曲解 我真的不喜歡你這樣 16年變了個人 我沒有啦 我沒有啦 沒有了... 我要說的是我不想說的 沒有 沒有 我沒有講聲的伴子也不行 生氣 我沒有啦 除非沒變 變的是你 是你啊 誰啊 誰啊 講誰啊 這是誰啊 好 妳說說 說說有 歡迎來這邊 剛剛就是一個情境示範 你的男人 讓你不高興的時候 你要表現出來 對 對啊 是 所以我在想年輕的時候 也許有一些 但是我絕對會讓我先生知道 我不爽 對 今天也要教教大家 對 宣誓主權 對 有時候時間很重要 晚了的話不得了 對 生米怎麼樣 很熟飯 對 不行啦 來 歡迎今天的來賓 請選另一位 覺得狐狸精多到像細菌的胃肉 不要以為你有狐狸胃 我就會怕你 小心我拿殺手機噴死 Yeah 好 請選擇一隻想叫狐狸精 滾開的溜宇喔 Yeah 算啊 好後女人不當 當狐狸精 我剛才說的東西 超太算了 講什麼東西 可是四個裡面 你臉型比較像 真的 對 整個風格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會呢 對 好 下一個 好 接下來 好 接下來歡迎覺得狐狸精 無所不在的嗆辣人之間 我像得像 嗨 嗨 我是浩如 狐狸精 你以為我怕你 我是蜘蛛精 是非精 白蛇精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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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好像 這個風格也有像 有 有 好 我們歡迎這種 來你心裡想什麼 林翠芬老師 哈囉 有些女生 為了感覺自己的魅力 無所不用其極的 介入別人的感覺 挑逗別人的情人 這個時候你要小心為贏 才不會大意撕驚說 嗨 啥 啥 小老公 對 挑逗 挑逗 對 好 我們先看第一種狀況是 常跟我男友通話 手機訊息也傳不停 世界上有一種女生 你會發現 他的女生朋友很少 對 然後有一點 他跟他出去玩的 都是一群男生 然後只有他一個女生 對 就代表說他個性其實有點問題 像我男朋友之前 公司就來了一個助理妹妹 我沒有在說你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沒有 就是 我是說那個助理妹妹啦 對 然後那個助理妹妹 他就是 他就是號稱說 他不喜歡跟女生朋友交往 因為很多眉角 瑣碎 男生都喜歡找男生當朋友 他就很常會賴 對 很常會賴我男友說 你看我穿哪個顏色比較好看 然後還傳四川照過來看 要不然就說 我下班好晚了 那麼晚可以去哪裡買東西 你告訴我好不好 我想說你家附近 是沒有便利商店嗎 這種瑣碎的事情 還要來問我男友 對啊 有一次更誇張 等一下 重點是 他長得怎麼樣 就是很正 男性化還是很正 長很正的男生沒有都很多 他長得男性化還女性化 他長得 女性就很正 很正的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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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有一次就真的很誇張 我跟我男友去新一區 看午夜場的電影 看完已經3點多了 這個女的喝醉打來 他打來就說 邀約 這是在新一區 你可不可以來載我 我在旁邊喝酒 然後我男朋友說 不方便 因為我還要載我女朋友回家 你叫他自己坐計程車 他長那麼像男生 我怕你我安全脫了 沒錯 我在旁邊 真的很要求 人生攻擊 真的 你不能因為你短髮 就說你像男生 對啊 對 真的 好歹也是像郭台傑那邊 對 就是往可愛路線的 對 她說我在旁邊聽得很清楚 那話筒超大聲的 我就直接把電話搶過來 我就說 我先幫你叫救護車 嚇雜不然我就管 他就再也不敢打了 你看 宣示鼠選 真的 對 但我必須說真的 這些狐狸精 真的臉皮都超好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同一間公司 那狐狸精也是他們同事 然後他們常常在工作 這個女朋友 我這個朋友 女生 就每次都看到他那個狐狸精 都會故意打電話給他男朋友說 喂 誰誰誰 你中午要吃什麼 那我們要不要一起去吃 然後常常就傳簡訊 就是問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然後我朋友他是政官 他就覺得莫名其妙 你為什麼不直接講 然後他因為這件事情 就跟他男朋友吵架說 你幹嘛 為什麼要去理他呢 他就是擺明就是想要倒追你 然後他那男生朋友 就跟宋伯一樣就說 沒有啦 只是朋友OK 你不要想這麼多OK 你不要這樣子小瞎子氣 但是有一次他真的激怒他了 是因為這個女生跟他男朋友 私下已經約好晚上要看電影 男生後來可能去忙有沒有 然後女生就跑過來問政公說 你晚上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看電影 然後我那個朋友想說 什麼叫做你們 我是他政公女朋友 什麼叫做要不要跟你們去看電影 他就因為這件事情 真的就跟他男朋友分手了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他會不會就跟這個狐狸精 他已經在一起去過也沒有 自從他跟他分手 他離開這公司之後 這狐狸精也沒有再騷擾他男朋友 他那個心態就很詭異 就是只是想要破壞而已 而且他男朋友也不是他的菜 因為他教過的菜都是帥的 而且是那種很有錢的 然後擺明他男朋友 就不是他的菜 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要參加 他們這樣也會有成就嗎 對 而且我跟你講 狐狸精臉皮有多厚 我告訴你 你要去腳皮的那個磨刺臉 都還磨不乾淨 就這麼厚 我跟你講 當時我男朋友身邊就是有一個 也是所謂的狐狸精 然後狐狸到 一開始我只是覺得 他為什麼一天到晚占用 就是譬如說我男朋友 因為現在沒有打電話這回事 就是傳一些什麼LINE 什麼聊天 就是一直傳 然後一直瞎聊 什麼你今天幹嘛 什麼去哪 什麼就是要講這些有的沒的 為什麼PO文看起來很難過 就算一直問這種男朋友 就心裡發生什麼事 我想說是不是這個女的很奇怪 你為什麼不去關心你家警衛 我為什麼要一天到晚占用 我就跟我男朋友 我就跟我男朋友講說 這個人真的很奇怪你要想 他說你真的想太多 他就是一般的朋友 然後好了 事情一拖一拖拖 拖了幾個月之後過去 我發現不對勁 因為有一天 那個女的又一直傳訊息來 然後因為我就剛好 走到我男朋友旁邊 我不小心瞄到 他那個手機的螢幕 我真的是不小心瞄到 你這一點就會偷看了 不是 因為他刀得太誇張 那個頻率 我就會想說到底是誰這麼急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兩個很悠哉 就走在馬路上面在散步 就是已經很享受兩個的時光 他一直傳 一直傳 然後男朋友剛好在那個時候 打開手機 我當然要不時的不小心看一下 然後看到之後我就發現 就是這個女的女生的名字 然後傳來是兩張她的自拍照 兩張 還OK 跟我完全不同風格 他是那種日本的小妹妹 完全不是我男朋友唱不好意思 沒有聽到就算了 繼續講 好 然後 結果我就看到那個內容 是傳了她兩張自拍照 然後下面就接著就想說 我今天穿你最愛的什麼顏色 然後那個自拍照 那個自拍照就是 她的衣服就是那個 我男朋友喜歡的顏色 然後我想說這個太過分了吧 妳要不要拍妳穿什麼顏色內褲給她看 我覺得這有點太過分了吧 我就說 我說妳這樣真的不行 然後我男朋友也是不當一回事 她就覺得你們女生很小心眼 因為她就是沒有要幹嘛 只是普通的朋友 到最後是有一天 我真的在路上巧遇這個女生 然後我那時候就腰上圍了一件 我男朋友的大襯衫 因為我就覺得想要走一個那種 街頭的嘻哈風這樣 然後那個女人就看到 因為我碰到那個女人 她就馬上那天晚上 要傳訊息給我男朋友 她就說 她今天是穿妳的那個襯衫 綁在腰上嗎 好難看喔這樣 好敢喔 是不是 對 她故意要激怒 對 她就是想要破壞 然後反正這個女的之後 因為我也知道她是誰 然後之後就變得很尷尬 然後她還是不時的 會傳訊息給我當時的男朋友 這件事情 我今年也是防範得很深 因為我今年跟我老公結婚第七年 七年好癢 好癢 救出了 媽癢 我也癢 妳也會有一點激動 對 而且最近我老公也是怪怪 妳這麼辣應該不會吧 妳應該不會害怕別人吧 妳比誰都辣 會害怕 因為 通常小三都是沒有正公正的 通常妳老公出去找的 出去找的人 跟正公是完全兩回事 小三幾乎都是啞巴不講話 可是妳有兩張王牌在手上 妳是孩子的娘 妳知道男人 那個充腦的時候 她不會想到她有 她是PF的 所以這個我一定要防 七年 對 今年第七年 然後我老公最近就是 因為普通她都會下去 十點鐘我們家那收垃圾 她就會固定下去倒垃圾 危險 危險 阿姨 找一個不一樣 阿姨穿蕾絲收垃圾 阿姨 阿姨每天要回收市場 先去 弟兄回收 沒有 她現在出去倒垃圾 以前倒個垃圾 一個三分鐘就上來 她現在出去倒個垃圾 跟菲庸也小心 馬甘搭 馬甘搭 沒有 馬甘搭就很漂亮的意思 她現在大概都出去個40分鐘 一個小時 這麼強 好貴喔 後來我才知道 她去上健身房 對 後來我就問她說 妳怎麼會突然開始 她一個禮拜 她幾乎每天出去倒垃圾 就每天去一趟健身房這樣 然後我就說 妳怎麼會開始上健身房 然後她就說 因為他們公司就談了一個健身房 所有的員工都進去了 反正一年就是不限次數都可以去 員工福利 對 員工的福利 所以她就說 那既然這一年不限次數的話 我就多去 我晚上小孩睡覺 出去倒垃圾 我就出去健身一下這樣 我就說 那我也要去 她就說 妳去我這家幹嘛 妳去黑人哥那一家就好啦 她不是有給妳那個嗎 妳去黑人哥那一家就好啦 是不是話中有話 對 然後我就說 那妳那家健身房 叫什麼名字 她說叫什麼名字 我也沒有注意 妳不知道她去哪個健身房 我不知道 她說就在她公司附近 所以他們公司的員工很好 很好去健身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叫什麼名字 我也可以查查看有什麼課程 她說 黑人哥不是有給妳 她的那個健身房 妳去她那邊就好啦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那我想看看妳那個課程不行 妳老公會不會是不爽 她不會不爽 沒給她 她是有鬼 然後後來妳知道我是怎麼 這聽起來滿有鬼的 對 而且她是出去跟我講說 她是到樂事 她是沒有跟我講說她去健身的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我有一次我兒子 在用她的手機 在看YouTube還什麼的 突然有人傳簡訊給她 然後那一個簡訊是 許大哥天氣熱記得多喝水 然後我跟我兒子講說 等一下 然後把她那個點過來看 我才看到那個女生 幾乎天天慰問 她是健身的教練 對 她會譬如說她禮拜五晚上 她會說 週五晚上許大哥可能比較塞車 要來的話可以提早 然後天氣熱就要多喝水 對 那我是看我老公那邊 我老公是都沒有回她 然後她有時候會傳一些 許大哥我們多了什麼課程 妳也可以參考 但這是她推銷的 是沒錯 但是她關心的程度 已經比我關心我老公還多了 超越了 對 然後後來我是怎麼知道 我老公是在哪一家 是因為我老公她的那個 健身房有磁卡 她是有那種掛在脖子上 那脖子上的那一條袋子 上面有一個什麼什麼健身 它有一個她的名稱 然後我才上網去找 然後找到了那個地址 然後有一次下午我沒有通告 我就去她公司旁邊 當然 為什麼我老公每天都要去健身 而且她已經固定 禮拜五晚上有在打籃球了 我離行張樹儀 絕對不怕正攻在旁邊 我本人也在旁邊運動 她因為剛開始的運動 所以需要人交 所以我當時的男朋友 就也很好心去教她運動 我們做核心的訓練 就趴在地板上 就這樣而已 就一個棒式的動作 她就趴 她就沒有塞門 就打她 就在那邊一直這樣 打她 教練就會去扶她的腰 扶她的腰起來一點 她明明知道腰要起來一點 她就故意一直掉下去 妳就這樣不行... 沒有力... 妳男朋友該不會 一直跟她伸腳 一直彎腰 沒有 沒有 我男朋友 妳幹嘛 沒有 我腰痛 後來我是怎麼知道 我老公是在哪一家 是因為我老公 她的健身房有磁卡 她是有那種掛在脖子上 然後脖子上的那條袋子 上面有一個什麼什麼Fitness 她有一個她的名稱 然後我才上網去找 然後找到了那個地址 然後有一次下午我沒有通告 我就去她公司旁邊 當然 然後就看著妳的當什麼樣子 為什麼我老公每天都要去健身 而且她已經固定 禮拜五晚上有在打籃球了 她一到四還要去健身 她就說她有練肌力 好怪喔 練重訓這樣 然後看我幹嘛 那一部大教練 你們都在健身房嗎 對啊 對啊 我是她私人教練的 沒有 然後後來我進去之後 我就是問課程 然後接待我的是一個男生 但是我就跟著男生說 那你們這裡面有沒有女生教練 如果我上課的話 我希望能夠是找女孩 妳好聰明喔 對啊 她就說 女生有啊有啊 她就說她有在教MV舞蹈 然後如果妳是女生的健身課 有養她也可以 然後她也會教妳那個訓練 她都可以陪妳 我說好 那我想看女生教練 就那女生教練走出來 的確很可愛 清秀的 是清秀 然後頭髮 那她綁個小麻尾 就中場綁了 然後綁個小麻尾 跟女生教練應該不只一個吧 會被妳老公那個不只 她們那一家就那一個 所以她就綁在綁她上 對 對 然後後來也是 然後講話也是邁邁的 就是她雖然是健身教練 但她講話是很溫柔的女生 後來我才直接跟那個女生講說 我的老公他們公司 也在你們這邊 那女生就說 是嗎 那所以妳的老公也是 在我們這邊是跟我一起在訓練 我有教過妳老公嗎 我說 她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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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說所以妳老公是哪一位 這樣子 然後我說她就姓許 什麼... 她說 許大哥 對啊... 她每天都有來 她很乖 都會聽話這樣子 很乖 聽話 聽話 你什麼事啊 聽誰話 聽話 乖乖的 對 對 她就說 她就說 因為我知道許大哥 因為說有小孩 所以都會不常來 所以我跟她講說 妳一個禮拜 至少要挪兩天到三天過來 她說誰 最近都有來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好 沒關係 我現在就報名 妳以後有事就傳簡訊給我就好 我都會跟她一起過來 她說 好啊... 歡迎妳... 可是妳像說妳老公會被不高興 對啊 管太多了 我也是要健身啊 奇怪 健身一起 對不對 你給她面負責 黑暗哥你知道我還是會去 但是你知道 因為我... 沒關係 妳們最好不要來 有家庭接會 你先... 你先讓我度過這一年 我第八年開始會去你們 對啊 我們那邊女教練都是散打的 拳擊的冠軍 我應該叫我老公去裡面 我投到散打拳擊 她會教妳巴西柔術的 所以 所以 會啊 沒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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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有家庭糾紛的 擋得正嗎 公男區 公男區 暖男啦 我只能這樣講 你略產打你還要正 其實像這種 渴望被關心的女生 就很常會透過LINE 電話來關懷妳的情人 所以她們在關懷的過程中 常會用一種招數叫做自愛自憐 譬如說 現在這裡好黑 我好害怕 或是買了一套新內衣 都沒有人欣賞 然後來激發妳的情人的一個 激發妳男友的同情心 想要去回應她 說不會啊 我覺得 會有人愛妳的 就想要讓她的那種 給她一點溫暖的感覺 可是這就是危險的開始 所以有些時候如果 因為這些女生 都是用示弱的方式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對男生 就你去罵你的男朋友說 你怎麼會回應她呢 不要去罵男生 不能用強硬的方式 但是剛剛大家都說得對 你要反主動去跟那個女生說 這是我來好了 那可能可以跟男朋友說 你去安慰她的話 我覺得怕引起誤會 我來好了 我來跟她講一講話 那你就可以去跟她講 像妳用的方式也滿好的 我們就一起來參加 或是直接告訴她說 如果妳有什麼需要 我可以來陪妳 或是我可以來怎麼樣 那就是把那個主動權 回到妳自己手上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化解這種 渴望被關懷的 這種女生的招數 好 第二個是什麼呢 主動約我們吃飯 卻從頭到尾孤立我 好討厭喔 那個時候剛剛交往的 那一個男朋友 然後同一個時間突然間跟我 就是大概很多年沒有聯絡的 一個朋友 女生朋友 就突然主動跟我聯絡 就說我也想要跟妳一起運動 我也想要怎麼樣 我好想妳 好久沒聯絡什麼 反正就主動出現在我身邊 我也覺得這件事是好事 因為我覺得就是一個 失聯很久的朋友 我就覺得很珍惜 然後就開始帶著她 就去各個地方 然後認識我的新的朋友 環境什麼的 然後開始她就會主動邀約 比方說那跟妳男朋友吃飯好不好 我沒有看過她 我就說好啊 就是我也不宜有她 然後去吃飯之後 我就發現這個女兒 開始越來越奇怪 因為吃飯她不時就會一直 盯著妳男朋友 就是你知道 就是會有一種放電的感覺 然後我想說我本人就在旁邊 妳有什麼事嗎 然後她是放電到那種就是 放電到很誇張 就是妳真的會傻眼的程度 她是看到那種就是 的那一種 然後我想說 我有看她 我有看她 是我眼睛 假的 因為這樣 假的 你也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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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可能發生在生活上的事 然後好 我說吃飯這件事就算了 然後比方說她就說 我突然那我 因為我要運動 我沒有裝備什麼 那你們可不可以陪我去買 我們就說好 陪妳去買 然後她一路上就說 那妳覺得這個好嗎 可是她都是對我男朋友 妳覺得那顏色好看嗎 妳覺得我穿起來好看嗎 然後走在路上說 然後我說天啊 我剛剛腳好像拐到 然後結果一直扶著我男朋友的手 然後結果 妳在旁邊 我本人就在旁邊 好扯喔 我就說小姐妳要不要扶我 她說我還開玩笑 我說畢竟這也是我男朋友 好不好這樣不好看 她說 因為沒關係 反正她那麼壯跟我扶一下 又不會怎樣 然後我心裡就會大罵生氣 我想說這不是壯不壯的問題 是妳就妳是她的誰 而且妳才看她見幾次面 跟親密的屁 對啊 到後面我跟妳講誇張的來了 就是我們真的一起運動了 我本人也在旁邊運動 她因為剛開始運動 所以需要人交 所以我當時的男朋友 就也很好心就教她運動 我不誇張 她真的爛到一個 妳想說那裡 妳要不要趕快去回家睡覺好了 我們做核心的訓練 就趴在地板上 就這樣而已 就一個棒式的動作 她就趴上去沒有塞門 就 不打她 就在那邊一直掌握 小章妹 這種交傳的聲音 對 然後教練就會去扶她的腰 所以那個腰起來一點 她明明知道腰要起來一點 她就故意一直掉下去 就這樣不行... 沒有力... 妳男朋友該不會 一直跟她撒嬌 一直彎腰嗎 沒有 沒有 我男朋友 妳幹嘛 沒有 我的腰痛 然後但是我的朋友 因為她畢竟她是她專業 所以她就是很認識 妳是教練的那個男朋友 對 可是那個女生 就是會一直做任何動作 都用撒嬌 我真的沒有力 妳幫我嗎 就會一直這樣 然後妳叫她 怎麼感覺這些招數是妳會用 真的不是 因為我都是很認真運動的人 然後比方說 叫她蹲負重的深蹲 她會故意腳好像跌倒 然後男生去扶她這樣子 然後我到後面我就說 這樣真的不行 我就不要再跟她見面跟練 不要讓她靠近 因為我覺得她可能 就是想要吃重口味的東西 所以妳只好就是想說 我身邊有一種口味 所以她要來沾一下 美容看起來外表比較艷麗 可是其實是女漢子的個性 對不對 真的 我朋友也是一個女生朋友 她一直很想找一個 對象很好的人嫁進去 然後她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念建築回來 然後畢業了回台灣 然後她就一直找我 約那個男生出去見面 我跟那個男生其實念書時候 我們是高中同學 我們念書的時候就認識了 然後也一直都互有好感 我們後來沒有在一起 是因為真的認識太久了 因為她也出國念書了 對 但是我們就還是一直有聯絡 後來我也結婚了 但她後來念 因為她到麻省理工念到碩士 然後回台灣 所以中間我們其實 也就只是聯絡 我們兩個就沒有緣分在一起 我的朋友就覺得 她的條件太優了 然後剛好她回來 就一直叫我約她出來吃飯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也好 我那個朋友就跟我說 她也想要出國念書 所以她想要問問看 這個學成高就回來的人 就是要怎麼去國外的一些方法 結果我們回來就約唱歌 吃飯 然後那女生也是從頭到尾 就黏在這個麻省理工的男生旁邊 然後也一直跟她講說 我很想出國 那我也很想要念書 那妳那個 可不可以教我寫英文履歷 那有空的話 那我可以去找妳 或者是說妳可以來我家幫我看看 我的英文履歷 哪裡可以改 哪裡可以改 然後後來又說 那妳在美國 我去美國的話 我可不可以交到男朋友 她說因為我在台灣 男生都不喜歡我 因為我骨架比較大 她就跟那個男生說 妳看 去叫她 說妳看 因為我在台灣是屬於骨架大的 台灣男生都不會喜歡我 妳看我大腿骨 對不對 他就會這樣 妳看我髒關節 髒關節都來了對不對 搬到這裡 所以裙子都撩人這樣 的確 因為她一開始也是 她一開始就是這樣 彭文姐姐拉不拉多 對 都會有問題 我走路都一掰一掰 對 說真的很明顯 因為一開始她就會說 妳看我是不是比 普通女生骨架都大 就拿我的手比 就給那男生看 後來就說 妳看我連腳踝 我連腳踝都很大 就叫那男生摸 可是你們在國外 應該還好吧 因為妳看我這樣的條件 我在國外是可以找到男朋友的吧 然後這個女生本來跟我們出去 台灣也可以 早期去TU TU咖啡 有一個區域 然後她就一直跟那個男生講 她就是一直這樣 最後那個女生本來跟我們出去 都是謙卑不醉 也是屬於豪爽的那種個性 然後呢 但是跟這個男生去唱歌喝酒 她中間就一直說 臉好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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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說 她說我紅的耳朵都紅了 然後會已經這樣 臉好紅 臉好紅 手打掉了 臉紅什麼東西 女生會不喜歡這樣嗎 不喜歡啦 太過過了 有些女生就是 她就說臉好紅喔 很過敏 然後就一直這樣一直這樣子 討厭 然後就會倒在這男生的身上 我打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他很強耶 可是男生都看不懂啊 男生都看不懂 男生看女生這樣說好可愛喔 對 他就要你說多學人家 然後他看女生這邊 喝酒這邊放紅 然後耳朵這樣紅紅的 他們就會覺得說 真的耶 你好像 然後就幫他調個冷氣啊 或什麼這樣子 的確有一些女生 他會主動邀約男生 而且是邀 就是你們情侶一起出來 這其實最主要有一個目的 就是降低你們的防衛 因為我都邀你們情侶 就代表我沒有別人有用心啊 所以這是降低防衛很好的方式 可是他到現場之後 為什麼要孤立你 主要的用心是 他想要激怒你 所以如果你在現場 你就真的被他激怒了 那就剛好可以差別 看到你們兩個的不一樣 譬如說 你看他這麼大方 脾氣這麼好 這麼好相處 你看你在這個公開的場合 還會生氣讓我難堪 對 所以有些時候 他們是別有用意的 所以女生在這個時候 如果女朋友在這個時候 千萬千萬不要被激怒 所以像剛剛 你要宣誓主權也可以 因為至少這個感覺 我覺得是我們兩個感情很好 或者是說 如果下次他在約你們 你可以不要去 但是你可能可以跟你男朋友說 那我就跟誰誰誰去跳國標舞好了 可能會激發他 有一點點危機性可以 但是如果你一直生氣 所以幹嘛一直跟著女生在一起 其實男生有些時候 他們喜歡 我覺得你很煩 對 在人際互動 男生很怕有壓力 很怕相處不自在 反而會製造你們感情的危機 所以不是常常說嗎 你氣我不氣我 氣我中氣 對 你就中氣了 你氣就是崔芬老師說的氣嗎 中氣 對啊 第三個是什麼呢 女生就私訊我 她說她想要找我吃飯 有事想跟我談 然後我想說好啊 就是大家都是朋友 因為這個女的原本 是我臉書的好友 我想說好 那我們就出去吃飯 結果這個女的很恐怖 她設了一個局給我 你知道嗎 她這個劇館裡面 居然有我前男友 前男友 嚴重 不斷追蹤我男友 很喜歡在網路留言 這個世代 Instagram 對 真的很討厭 我很討厭那些跟我男友 是真的好哥們的那種女生 只要我男友不管Po什麼 她都喜歡在下面留言 像之前我男友就Po說 爽啦 騎士隊贏了 然後那個女生就在下面留言說 騎我 妳是想被我騎 不是 真的 我覺得太那個了 她就流說 妳是想被我騎吧 而且女生 我也是這樣吃虧的 女生就問我男友說 妳是不是想被我騎 直接 對啊 對 永遠也是幫我 這個妳是不是 這個妳有翻臉嗎 但是我還好 但是我還好 因為我想說他們 這樣子妳還好 她就跟我講說他們是哥們 就是只是開玩笑而已 後來有一次我男友 就去臉書 那妳男朋友有按讚嗎 沒有 是沒回 他是沒回 來啊... 不是 男生看到你 快 來... 來 騎我吧 對啊 超開心的 因為男生至少知道 有一個女的等我騎啊 我也是 她不知道我男友心情是怎樣 但是她後來 爽吧 可是更誇張 她去做那個臉書的測驗 就是妳測出來之後 會說妳2016年 妳1月可能會中樂透 然後2月結婚 3月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她就測出來 7月跟這個女生去看電影 然後那女生就下面留言說 因為她3月之前是結婚 她就下面留言說 妳3月都結婚了 7月還要跟我去看電影 那我們要偷偷去喔 我愛妳 這太陸了 然後我男友還是白目回說 我也愛妳 什麼 對 然後就是 我就看到她就氣瘋了 我在下面有人說 好笑嗎 問號 然後我男友看到之後 馬上打來就說 沒有 我們高中時期 我們一群好朋友 就是喜歡這樣子互刀 這只是一個玩笑話而已 我覺得我就說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 對啊 對啊 那她還是妳男友嗎 現在 還是 妳是好久喔 那女生是妳朋友嗎 不是 那個女生是妳朋友嗎 是她的朋友 所以妳沒有她的Facebook 有 我有 她還把我刪掉 然後又重新寄交友邀請給我 好奇怪 對啊 因為我認識了一對 我的朋友也是 他們是一對夫妻 他們那一對夫妻 就是有共同的朋友 是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是夫妻 這老公跟老婆的Facebook 她都有 但是妳也知道夫妻的發文 其實是很類似的 因為我跟你做什麼都在一起 今天我去陽明山 我會發一篇 我老婆也會發一篇 但是那個女孩子 她只會留言在她老公底下 譬如說她們帶孩子去哪裡 譬如說她老公抱著孩子 這樣子飛高高什麼的 她老婆也會PO一篇 說家庭爭爭幸福什麼 她老公也會PO一篇說 這就是我們全家人的時光 她就會留在老公那邊寫說 什麼體格真好 基因真好 她就會只留在老公那邊 這好看嗎 妳怎麼那麼疼 不是 對 然後譬如說她們 基因真好 主格好是沒錯的 對 然後譬如說她們PO 全家人出國旅遊 在機場的打卡照片 老婆也PO老公 那女生就只會留在老公那邊 寫說順風 一路上小心 回來再聚 問題是她跟那個老婆也是朋友 那你知道她那個老婆 她老婆發現之後 就發覺為什麼妳 為什麼妳要留 應該也是來留在我這 怎麼會一直留在妳 所以她老婆後來就是 會變成說她留一句 她老婆就在下面回一個 定一句 對 就回一個說 對啊 我滿不開心 或者是她老婆 就會回一個笑臉圖 就讓那個女生知道說 老婆我有看到 對 但是那個女生後來就 體格很好 關妳屁事 妳也用不到 沒有 妳想說 我客客氣氣的 我給妳方便 就沒想到人家就當隨便 對 就有些女生就是 就當 老婆每次回了以後 那女生就是 就靜靜的有點下溫 通常我們就會覺得說 妳知道就好 我們身為老婆的 我們也不要太那個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交朋友的權利 沒想到那個女生 就私訊她老公 就跟她講說 什麼什麼大哥 為了不讓妳老婆誤會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怎麼樣 就真的比較聊得來 那以後不然就私訊聊好了 對 這樣老公不敢生意嗎 而且妳知道其實這個東西 男生很容易被煽動 因為她老公一開始 本來也都沒有回這個女生 這女生常常留之後 這個老公 她也會去那個女生那邊留言 也都會說什麼 放假好好玩什麼 我們也都會跟那個女生 開始有互動 有來有往 所以妳說老婆能不防嗎 真的要防 對 我跟你說 我就是那個苦主 真的嗎 我在講妳的故事 不是 因為就是 我那個階段是有追求者 然後這個男的 他就是什麼都好 然後就是一切都完美 然後他就是一路就在追求我 但我就覺得 就也沒有什麼就是朋友 然後時不時 我就會在我的那個 臉書上面PO一些可能合照 然後招大家出去玩吃飯什麼照片 結果這個狐狸精就發現 我跟那個男的可能就是有 你知道勾搭傷 但他就很喜歡 對 但他就很喜歡這個男的 他一路上都很喜歡這個男的 然後你就開始發現這個女的 會一直在那個男的 任何動態下面留言 即便是兩年前 他也要再留一次 然後讓照片跳出來 然後都是留那種 比方說什麼 比如說那個男生 就是跟兄弟們合照 他說天啊 妳這個身材在妳旁邊 好有安全感 然後說什麼 感覺我可以小鳥依人什麼 就會留那種很變態的話 然後一開始我就覺得 這個女的怎麼有點怪怪的 就是會一直在 那個男生的照片上面 留一些很奇怪的言 然後男生都不回答 但他會自導自言 一直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然後久了以後 他就會來密我 私訊我 這個女生就私訊我 他說他想要找我吃飯 有事想跟我談 然後我想說好 就是大家都是朋友 因為這個女的也 原本是我臉書的好友 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出去吃飯 結果這個女的很恐怖 他設了一個局給我 你知道嗎 他這個聚餐裡面 居然有我前男友 前男友 嚴夢 好可怕 對 他設了一個局 然後還有我跟我前男友 中間的共同朋友 反正就四個人一起去吃飯 然後我們就也沒有想太多 但我跟我前男友兩個言聲對 然後就覺得 今天這個局很奇怪 對 然後但是好 這個局吃完之後 這個女的到最後 就一直要求要拍照 然後拍完好 好時不時他就把那個照片 有沒有PO在他的臉書上 然後就截圖下來 然後再私訊給追我那個男的 他說你看我們今天去吃飯好開心 然後那個照片裡面 那個照片裡面 就有我跟我的之前男朋友 一起在那個照片裡出現 然後我覺得這個女的 也太恐怖了吧 但是因為這個要追求我的男生 他私下都有問我說 發生什麼事然後怎麼樣 我都有跟他講說 就莫名其妙這個女的 約了一個局 然後還私下有問我說 我有一個什麼品牌合作 很要好的朋友 可以送你一雙鞋 然後我覺得好恐怖 妳的意思是叫我趕快 離妳們遠一點嗎 就是 因為他心機已經重到 我覺得他用明的暗的 然後就什麼都來 他就是要妳離開這個男生 破壞妳們 對 對 但網路上真的有滿多 這種狐狸精也是很可怕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男朋友就是這樣子 他那個狐狸精 每次只要他男朋友PO什麼 他就瘋狂按讚 然後還會留一些非常曖昧的字眼 像男生如果一個人在沙灘上 他就說那我可以去陪妳嗎 就說會留這些 很擺您的那種字眼 然後有一天他就 他有一天他就找到 這個狐狸精的臉書 妳知道嗎 他點進去他嚇瘋了 這個狐狸精的臉書的共同好友 這個狐狸精還是他男朋友的好朋友 但是這個狐狸精的共同好友 跟這個正攻的共同好友 竟然都是他自己正攻的姐妹濤 就是他已經在圍繞在妳身邊 滲透進去 對 已經滲透進妳的姐妹濤裙裡面 他就覺得他真的太可怕 他就想說 好 你既然每一篇 都要在我男朋友下面這樣留言 對不對 就故意加妳 好 他就故意加她之後妳知道嗎 過沒幾天她男朋友就跑來罵她說 妳幹嘛去加那誰誰誰 妳試認識她 妳這樣子輕罵一下一次這樣好 就死了 還被罵一頓妳知道嗎 然後她就覺得蠻委屈的 後來才發現說 她也來自宜蘭嗎還是 宜蘭嗎 宜蘭的口音 然後妳知道嗎 她就當下就覺得很委屈 就是男生都看不懂這個事實 那我們女生就是已經感覺到 備受威脅才會去這樣子去加她 就希望讓那個人知道說 有我正攻 結果妳這個男生還來罵我 對 有些女生我覺得是很會利用男生這種 喜歡被關注跟喜歡 有一點英雄的感覺 所以他們常常會 不斷的去給她熱情的回應 或是不斷的讚美她 像如果遇到這樣的女生 妳去罵妳的男朋友 說妳幹嘛一直去怎樣 因為她是主動的人 其實男朋友也很無辜 所以我覺得妳千萬不要在這時候 忽略妳的男友 反而妳也要非常的關注跟讚美她 妳一忽略妳男朋友 其實就給對方可蹭自己 第四個是什麼呢 第四個是什麼呢 來 姐姐認識男友兄弟 刻意拉攏彼此關係 滲透 滲透 剛剛韋汝講那個 對 我跟你說這種女生很恐怖 而且這才是真正的狐狸精 我跟妳講狐狸精如果妳只有 妳不是都是男生的朋友嗎 不是... 有啦 我跟妳講 我很多女生朋友好不好 有... 有啦 就那幾個 沒有 我跟妳講 真正的狐狸精是什麼妳知道 她如果只有一個手 一個方式的話 她不能叫狐狸精 她手要非常好 她有各製各樣的方法 去製不一樣族群的男生 因為我身邊就有 其中一個女生朋友 她就是受害者 因為這個女生 她就是家事非常好 所以她身邊認識的男生朋友 都是那種 負傷 對 都是負傷 不然就是一定是有能力的 上司公司的老闆之類的 然後這個女生就會先去接信 這個所謂的我們的好朋友 然後接線的時候 不得了了 她開始去滲透到她 就是身邊的所有負傷 她的手段是什麼呢 她知道這個男的的 比方說她是有家事有老婆的 她就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比方說是撒嬌 很可憐 很可愛 很沒有組件 這個負傷就是有家庭 這個老公就上鉤了 然後她如果是看到 比方說這個女生身邊有 新朋友是那種年輕的小朋友 很有活力的 她就是變成那種大姐姐 說來 我幫妳弄什麼 照顧妳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一副就是那種 什麼她都走 天滅女郎 然後那個男的小弟弟就會上鉤 就會很甘願問她做任何事情 然後如果她是到那種 比方說那個聚會 是那種非常有靈性的 然後很有深度的有沒有 她講到敏感的話題她就落淚 妳知道她就是什麼都可以 她就是什麼都可以 然後妳說 比如說這一群是那種 比方說比較長跑夜店 ABC掛有沒有 她穿個牛仔褲 然後突然人家說要去夜店 她就可以說 姐姐沒在怕好不好 我跟妳說我姐在玩的時候 妳的褲脫掉 真的嗎 她那個上衣長板 剛好蓋到屁股蛋下面 她說我以前在跳舞的時候 就開始在那邊扭動 很厲害 馬上上鉤 這太強了 而且我跟妳說 這一隻應該是修煉千年 這應該是自己的 我跟你講 我剛剛以上說的同時 這些男生是同時間上鉤 所以她一直一手掌握 我所有的男生殺害 可是很厲害的是 她從來不承認 其中哪一個是她男朋友 因為這每一個對她來講 都是有利益關係的 就是這個可以給她東西 這個可以花錢在她身上 然後這個可以滿足她的 一些什麼需求 然後有一些是可以帶她出去玩 然後有一些是可以給她 免費的東西 就是完全不一樣 真的 我朋友就遇過這樣子的狐狸精 她這種狐狸精 就滲透到她男朋友身邊的兄弟 然後去探說 她們最近感情好不好 然後這女生什麼樣的個性 男生會不喜歡 於是她就變成了 這正攻的那種壞個性有沒有 她把她變成好的個性 就開始變得很溫柔 去接近這種人 然後她們那一陣子有吵架 她也會刻意這樣去討好的 那個男生 然後這男生就差一點點上鉤 後來為什麼沒有上鉤 是後來她發現說 原來這個狐狸精 就是用這樣的手段 去滲透到她的兄弟對不對 她就開始反其道而行 我就這一陣子 我就不要跟她吵架 她最討厭我在那邊罵她 她就一樣跟她狐狸精一樣 她就這樣安裝溫柔你知道嗎 就這樣子成功 又把男朋友搶回來 因為差一點就被狐狸精搶走 真的危險 因為有些女生是很享受 就是重心拱月的感覺 對 她就喜歡曖昧 然後被人家追求的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她也是喜歡接近 那個好朋友的男朋友群 對 然後跟那個男朋友群 每一個都很好 然後那時候那個我朋友 男朋友她還幾個 三個男生一起租房子住 然後那個女生 還跟她的好朋友女 就是那個女朋友 一起在那些男生家裡吃飯 吃一吃男女朋友 當然是睡同一間晚上 然後她一個人 人家也不好意思 一個女生就是 就叫她回家什麼的 然後 但是又不好意思 叫她睡客廳 然後她就跟其中 另外一個單身的好兄弟就說 那沒關係 我可以睡妳房間 妳應該不會對我 妳應該 反正應該不會對我怎麼樣 我們OK 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想說 好啦 隔天早上起來 她那個女生好朋友 就問說 你們兩個沒怎麼樣吧 然後沒想到這個狐靈機女生就說 我們真的沒怎麼樣 可是這樣搞得 好像我條件很不好一樣 講話是不是很海邊 對啊 她就說 我們真的 真的沒有發生什麼 但很討厭 感覺好像我條件很不好這樣 然後很暗示 對 她就是有這種挑動 然後你 如果第二頁再繼續過下去 那男生是不是覺得說 一定可以 那我好像可以怎麼樣 對啊 然後她趁那個女朋友不在的時候 還去問那個男朋友說 那如果你沒有女友的話 你會來追我 真的好過分喔 這些話術都是滿挑逗的 對 怎麼辦呢 崔芬老師 我覺得如果遇到有一個人 這麼處心機率 要介入你的感情 第一個 你自己一定要沉得住氣 不能讓他的情緒被他煽動了 因為你一煽動 你就會亂了分寸 第二個 你一定要看清 他行為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像我們剛剛說的 找出最佳的應對之道 不要亂了方寸就會失去 說不定你的情人真的也很好 不用為了這樣子 主心機率的女生 而失去一個好感情 被迫壞你就損失了 對 聽到沒 男生學聰明的 沒有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女生就說 當去玩玩就好 對 不是 什麼 前面不是有個法師的開箱嗎 假的 假的 說今天這床也是假的 假的 好 謝謝各位來這邊的分享 謝謝 謝謝